這個聯合關係非常複雜 今天蔡英文難得有這個機會 跟美國總統當選人通過話 我相信是她應該 民調可能會上漁一些 她稱台灣總統是讓大陸是 心裡面不能一定是很不高興 但她沒有表現得很強烈 那麼再來呢 她又提到軍售 軍售問題呢 也是大陸另外一個敏感的神經 尤其看軍售的內容如何 第三個呢 她更直接點名中國大陸 在南海在人民幣操控上面 是沒有告訴美國 已經為後來的挑戰一種政策做了鋪路 為什麼 我們多年來都一直強調 中國國民黨是台海和平發展的維護者 假如今天沒有國民黨的存在 那麼在當前這樣巨大的國際變局之中呢 台灣如何立足 如何安全 都會變成是一個很大的一個威力 所以站在這樣的一個角色上 本黨更要嚴正在這個時候 做出幾點我們的看法 第一呢 我們要求 我們要求 執政的民進黨當局 要 面對這樣的情況 不要 建類欣喜 而應該 借慎恐懼的來 面對這樣的一個情況 一切 要以台灣 兩千三百萬人的福祉為優先考慮 不可任意的捲入這樣的一個紛爭 一切 一切要以台灣民眾的福祉為優先 在這個情形之下 更不可以 因為少數人意識形態 一切要以台灣的一廂情願 而掉入這樣的一個漩渦 第二 我們也要呼籲中共當局 對著這樣的一個情況 也希望他們冷靜地來面對 而且不要犧牲到或者不要因為這樣的情勢 而使得台灣的民眾無辜的受到不必要的牽扯 第三 我們也希望美國的新政府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之下 要重視台灣兩千三百萬人民的新生 和尊嚴 不要把我們的生存的空間和權益當成他們的籌碼 這三個立場 我們今天在陳教授講完之後 我們要表達這樣的一個看法